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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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幽界的株灵痛苦不堪 拼命地挣扎 因而纷纷投出幽界 平移在人的身上 引发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然而 事实上大多数的灵 因其在世时不曾学过神的欲经轮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何谓觉悟 所以说 这些饱受痛苦的株灵 在灵界 幽界修行时 即使向阿弥陀佛观音祈祷 也难以得救 为此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逃到献界 平移在人的身上 引起各式各样的灵障现象 当我们为其坐上神像赞词时 不论是彭徨不安的灵 或是对经文一窍不通的灵 在聆听过神像赞词后 任谁都能大致了解到 幽界的史相与神的欲经轮计划 留下欢喜的泪水 相信在座的许多人 曾经信仰过各式各样的宗教 尤其是因罹患重症 而烦恼不移的人们 在束手无策之下 只好到处求神拜佛 即使信仰再多宗教 能够得救者却是少之又少 然而许多人来到这里之后 才初次获得奇迹般的拯救 并且亲身体验到神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都是在研修过后 了解到无需多言 只要彻底实践真光之夜 就能见证奇迹 感受到神的存在 当神族手们参加初级 中级 上级研修 以及神像赞词的讲习会 并将所学的事物付诸行动 累积更多伸手时光的体验 如此一来 将会有更多人 懂得教团的神理教义 由于火之气日益增强 整个灵界变得明亮无比 越来越热 使得在幽界修行的灵感到痛苦 而最会深重者 也必须接受更加严峻的灵消清净化 来洗涤污浊 当祖先在幽界所接受的清净化越是强烈 活在仙界的子孙 也必会面临举凡生病 遭遇不幸现象 或是出现异常状况等 严峻的灵消清净化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明白领主新从提数的法则 以及神 忧 县 三界是呈现互相联动的样貌 因此即使是外行人 也能立即从县界子孙的状况中 推测出此人的祖先在幽界的情况如何 看着自己本身的状态 就能立刻知道自家祖先在幽界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 有道士 县界是灵界的写照 由于在灵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 将会如此的显现映照在县界 因此 从神理中学习到词典的人 必能明白这个道理 参加过中级上级研修会的神祖手们 在某种程度上都能理解神像赞词的意义 同样的 各位的祖先们 也能够透过仙界的子孙 学习到神像赞词的意义 如此一来 也就是做到真正的觉悟 能够真正的觉悟 并且做到意念转换时 灵界也会有所改变 所以说 意念转换不仅能改变灵相 连同灵层也会随之提升 如此一来 必将获得拯救 由此可知 当此人能够彻底觉悟 并且抱着与神一体化的心念 做到意念转换时 必能引发如此现象 为此 在佛看前 或是为重正者奏上神像赞词 是何等重要 从神像赞词中 可以让此灵了解到 信仰世界的根源 以及神的预精轮计划 还有在今后的时代中 神优限三界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透过神像赞词 让平一灵能够尽早觉悟 另外 在进化时 也可以向平一在 人 身上的人灵奏上神像赞词 或神歌 这点十分重要 相反的 天经奇岩 蕴含许多强大清静力的眼灵 在强烈的神光进化之下 平一灵会感到痛苦 而出现激烈的灵动现象 虽说 天经奇岩可以对平一灵奏上 但是绝对不可对着牌位念天经奇岩 而是要为其奏上神像赞词才是 以上 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带读的内容 感谢四语这个机会 最后做了一首诗与大家分享 一向能造诸万物 念动贯通神优限 转进随心便自在 换得明月照大千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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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